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博乐 我是陈威博 那今天的时间来到12月28号 时间真的过得非常非常的快 一下子12月份快过完了 2016年快过去了 那微博的一个博乐指标的节目 也即将告别荧光木 在这很多年的时间 微博每天几乎都是要录影 要把博乐指标的一个状况 比如说大盘还是个股的一个博乐指标 要向上还是向下跟各位做报告 其实还蛮习惯的 所以其实真的要下节目了 还是多少有一些伤感 这部分的话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所以我觉得各位要习惯 未来在电视上是看不到微博的一个节目的 但是在FB的一个社团 在Facebook的一个社团的影音里面 今天微博做了一个测试 在我们的博乐指标的一个操盘式的社团里面 我做了一个影音部分的测试 未来在大盘的一个说明 比如说期货 台北股市 各股的一个走势 我们会用影音的方式 在录制完之后 放在FB的一个社团上面 因为很多人解盘的方式 在网络上它是用文章 可能就是用文字写文章 然后给各位看 但是其实微博的解盘习惯 是希望把证据呈现在各位的面前 而不是只是靠我嘴巴讲讲 所以我一样会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未来在明年开始 微博会在FB的社团 录制影音的一个节目 这个影音的节目只有声音 但是会看到画面 画面部分一样可以看到 包括像这个博日指标 微博一样会用博日指标的部分 来做一个解盘 那我们今天在FB的社团里面 微博是放测试的影片 测试的部分 来测试包括声音 包括影像清不清楚 所以如果对微博的一个解盘 你还是很有兴趣 或者是你很想知道 未来博日指标的一个状况 我们对于台北股市的一个看法 那一样 各位都可以上FB的一个社团 在脸书 在脸书的社团 博日指标操盘式的一个内容 但这部分微博要特别强调一下 请各位搜寻 打博日指标操盘式 而不是打陈微博的名字 因为如果你打陈微博三个字的话 你一样会看到我个人的脸书 但是它是私人私密的一个脸书 它是我放在上面跟我的亲朋好友做联系的 基本上我在里面完全不去谈论股票 期货的投资 完全不会去讲这些 所以不认识的人 我都不会把他加入好友 但是如果你是投资朋友 你长期有锁定微博的节目 你可以锁定博日指标操盘式 我们可以在里面畅所欲言 我们可以在里面讨论棋子股票 我们可以在里面让各位知道 目前大盘的方向 个股的方向 以及微博对目前盘式的看法 我们会把整体的解盘的精神 未来在部分不定期的部分做一个解盘 那也请各位原谅微博 个人的一个决定 我个人的生涯规划 所以我决定在明年的时候 没有继续上这个节目 来跟各位做解盘 所以这部分特别利用节目 来做一下特别的一个说明 那我们先回到台北股市 我相信今天台北股市的一上涨 会让很多人傻眼 尤其是站在空方的人 或者是对这个盘式 他是看法比较空的人 会很傻眼 为什么 台北股市今天大涨了92年 而且是跳空开高走高的一个走势 通常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 大概走高就要再杀下来 对不对 今天却没有 为什么 包括今天的棋子也是一样 台北股市今天的棋子也涨了98点 为什么会上涨呢 我们先来弄清楚今天上涨的原因 再来理清楚 接下来台北股市它会怎么走 这是今天找盘的时候 关盘完9点22分 12月28号发给全体会员立东解盘 来各位 今天台北股市开盘 开盘是怎么样 30分线的不日子标 它是延续昨天向上 好 各位同志朋友 我还没有跟各位讲说 最近的台北股市 因为外资休假 量能前两天都只有300多亿 对不对 你要注意30分线 30分线如果向上的话 有机会涨 30分线如果向下会跌 对不对 好 那今天开盘 30分线它是延续 也就是昨天的时候 各位30分线它就向上了 既然今天开盘30分线延续昨天向上 好 再来哦 成交量能 它比昨天增加 各位 很多人以为说 外资休假 那台北股市成交量能出不来 对不对 今天早上预估量能大概就400多亿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一个成交量 台北股市在465亿 很多人会这样想 465亿 这个也是几乎是低量了 那如果是低量的话 会不会行情 也不会行情 但是却看到今天台北股市大涨 各位 你量能的比较不是这样子比较的 你量能的比较必须跟前一天做比较 当今天的成交量能 昨天是多少 昨天300多亿耶 昨天跟前天都300多亿 今天400多亿 虽然400多亿比以前的一个成交量能还要说 但是它已经比昨天增加了 所以当成交量能比昨天增加 30分线又延续昨天的向上 我请问各位 今天台北股市 它的一个上涨空间 当然就会比较大啦 相对不会比之前300多亿的一些一个成交量 成交量非常大到400多亿 各位 反弹的空间 上涨空间不就比较大吗 所以 其实今天上涨 其实它是合理的 不是各位所想的 为什么今天会上涨 你必须把 包括指数的上涨 包括个股上涨 你要了然于心胸 你知道你目前 对于大盘的判断 这个地方的上涨 是在我的掌握里面 那我请问各位 明天你能不能掌握 相对的你的一个掌握的程度 就会比较大一点 那我们把这个看完 但是会反弹多少 就要看30分线的博日指标 对不对 只要30分线博日指标 它持续向上 各位 当然会持续反弹啊 那如果30分线博日指标 它向下呢 各位 指数还是会拉回 所以要以此为依据 对不对 好 那我就给各位看 今天 我们用期货来看就好了 今天期货大盘 都其实是一样的走势 这是 今天的台子期货 今天涨98点 那我们把它切换到 因为我说最近都要看30分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日线其实没有改变 日线还是向下 到今天还是向下 好 各位 我们回到了 今天开盘 这是今天 105年12月28号 8点45分到9点15分 各位这是30分线 所以今天开盘在这边 对不对 好 我说今天开盘 它是延续昨天30分向上 那因为前两天 都是因为成交量 只有300多亿 所以就算30分向上 它的动能不足 但是今天已经有400多亿啦 比昨天还要多啊 所以在今天的一个30分 再度向上的时候 各位 它是延续昨天啦 我们来拉近一点看 这是昨天的时候 昨天的时候 尾盘是15.38 15.30 38比30还要大 对不对 这是昨天 昨天的时候是 昨天是 12月27号 1.45分收盘 但是今天呢 今天也是延续 昨天的30分向上 所以当今天的30分向上 刚才我讯息里面有讲 会反弹多少 要看30分线不日子标 如果30分线不日子标 它持续的向上 各位还会反弹嘛 除非30分向下嘛 从今天的开盘 到今天的收盘 我请问各位 30分线有向下吗 并没有啊 所以当今天的开盘 到今天的收盘 30分线没有向下 那我请问各位 今天会跌吗 今天自然而然 今天的指数 它就是属于上涨的架构啊 我请问各位 那这样子清不清楚 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有没有依据 当你的操作有依据的时候 如果假设你是占空方的人了 前几天因为都下跌 对不对 你今天会不会随便去乱空 不会 你会等什么 你会等30分向下的时候 那30分什么时候向下 我也不知道 明天会不会 要看 后天会不会 要看 这个就是我常跟各位投资朋友讲的 为什么在股票市场里面 要有依据 有依据之后 你才可以做一个 真正的判断 你不至于说 你出手的一个状况 产生了当下的亏损 我跟各位投资朋友讲 不管是买股票也好 还是做期货也好 我们很不喜欢就是说 当天买当天赔钱 各位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什么叫当天买当天赔钱 我举个例子给各位看好了 这档叫做2376的技嘉 今天技嘉开盘开平低 但是却一路走低 各位今天大盘是大涨的 而且技嘉还有利多 在昨天以前的技嘉 哇你看技嘉是好强 今天突然跌 我请问各位 很多人都是看到股票 可能昨天涨 前天涨 然后没有买 今天跳进去买 当你今天如果跳进去买的话 你今天先套牢 但是如果你有依据的话 你照微博的一个 博日指标判断 用日线加上30分线做辅助 对不对 我请问各位 今天你会不会去买 比如说开盘的技嘉 我们给各位看技嘉的博日指标好了 这样比较清楚 这是2376的技嘉 我们回到了30分线 我回到今天开盘好不好 这样比较清楚 来 这边 这是2376技嘉 今天12月28号 9点到9点30分 这是第一盘30分线 对不对 开盘的时候是开多少 开45.9 好 重点来了 当开盘开在这边 几乎是昨天的收盘位置点 我请问各位 今天开盘的30分是向上还向下 看数字 都能73趋势线80 很明显它是向下 当今天开盘向下 一直到收盘都向下 我请问各位 今天的技嘉 你能在开盘的时候去买进吗 当今天你知道说 技嘉今天开盘的30分线 它却是转为向下的 我请问各位 你今天会去买进吗 那这个的操作 是不是就是完完全全有依据 跟微博刚才教各位 判断指入的方式 是全部一模一样的 当你有一个依据的时候 你对行情的一个走动 你不会出现茫然 看涨缩涨 或看跌缩跌的一个状况之下 当你有办法做出正确判断的时候 你面对明天的台北股市 面对后天的台北股市 或者是接下来的一个个股走势 你才可以抓到它的脉动 我先请问各位好了 反过来问 台北股市今天涨92点 从K线来看的话 哇你看 这一波是不是 从9430 然后今天出现的大涨 那我请问各位 台股止跌了吗 你怎么判断 你不能看到今天涨的时候就说 这一波已经确定止跌了 确定止跌要赶快用力的买股票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我给各位看之前的一个传真稿 这个是 11月8号 当时候11月8号当天是星期二 加权指数收在9217 好我把时间点回到11月8号 来 我稍微把它缩小 10月8号是这一天 当天收在9217上涨27点 没有错 各位 各位 这个是前一波的台北股市 从9300跌到8800点 然后再从8800点涨到9400点 然后请问各位 这边的上涨 它叫回升还是反弹 如果你只看价 你只看当天的走势 或者前一天走势 你会觉得说 大盘有要开始涨了 为什么 因为之前的大盘每次都这样 跌下来就涨 跌下来就涨 对不对 好 但是这个时候 当天11月8号的时候 微博跟我们会员 发在存在口上面有说 日线没有向上以前 它都是属于叫做反弹 什么叫反弹 反弹就是涨上去 会再跌下去 好 那为什么我知道 不就是用博日指标吗 为什么 因为刚才跟各位讲过了嘛 日线主要是判断趋势的走势 30分线是判断短线嘛 那我们把它回到了 日线的部分 回到台北股市 我们用期货来做说明 这样各位比较清楚 这一波指数跌下来 今天出现的上涨98点 那我请问各位 日线确定向上了吗 还没有哦 这个跟我刚才讲的11月来 11月8号是这一天 这是105年11月8号的时间 当天收在9217 对不对 期指收在9215 连续上涨了一天两天三天 但是从趋势部分来看 我请问各位 日线有向上吗 日线并没有向上 向上 这个叫向上啦 向上才会涨一波啦 啊这个是向上吗 没有 所以这边上涨它只是反弹 当反弹之后还要再跌啊 除非 接下来的日线能确定向上 所以我跟各位投资朋友讲说 盘市它本来就是千变万化的 你如果有一个依据的时候 你至少心里有个底 今天的上涨 台北股市今天的上涨 它只能先建立在反弹下 这个反弹会反弹多少 要看30分线 刚才我早上讲了对不对 早上我们发给会议的讯息 我就说了 因为30分线 最近都要看30分线 原因是因为外资休假 量能也出不来 但30分线它是延续向上 只要成交量稍微增加 台股反弹还是有的 反弹多少要看30分线 30分线如果持续向上 还会反弹 但是如果30分线向下呢 各位你可以懂我意思吗 这就是抓到盘面的脉洞 如果这一次的30分线持续向上 可以接下来把日线也转为向上 那我跟各位讲 多头机会又来了 但是如果没有呢 各位你要去了解这背后的意义 当你了解这背后的意义的时候 每一档股票的上涨跟下跌 你都不会陷入陷阱里面去 举个例子 这是2406的国硕 然后请问各位 你怎么解读 目前国硕涨完了吗 还是国硕这边只是所谓的反弹 你怎么解读 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微微博会照每一档股票 我们今天多花一点时间 让各位看股票的一个架构 每一档股票它的一个状况 那你就会知道说 怎么去判断 到底它是属于反弹还是回升 还是说它有机会 还是说你应该要赶快卖掉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震呢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成都笼部 13周年庆 隆重登场 感谢长期支持与按护 全面補特盘价 大回馈 倒数两天 猜中的线 02-2752-5868-2752-5868 全都笼部 陈老师以基本面加独特指标 控制风险 创造安全获利 陈老师以期货多空地形操作 个股波段操作 用指标实现人生目标 陈老师以决心诚实负责 勇敢面对客户 最大推荐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族独步 十三中年庆 隆重登场 感谢长期支持与爱护 全面补课盘价大回馈 倒数两天 财经的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不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能景 Jupe choose your own life 等于排气密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所以所有的个股操作 其实当你有一个依据的时候 你才不会被涨涨跌跌的一个过程当中 迷失掉你自己应有该有的判断 一档股票如果去世它没有改变的时候 就算它上涨它可能都是站在卖方 但是如果一档股票它博利指标是向上 那你就不能随便去空它 我想之前我们都有用个股来做一个举例了 我举一档股票来做例子来跟各位做说明 这是9月26号的时候 微博带会员放空的一档股票 叫二十七十可乘 当时候放空可乘的原因是因为博利指标向下 9月26号是在这一天 这一天 好 从这一天9月26号 一直跌下来对不对 各位中间有没有上涨 有这边有上涨 这边也有上涨 这边也有上涨 这边也有反弹 这边也有反弹 但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做法完全没有被干扰到 当时候259块放空原因是因为博利指标向下 250块 8块再空的时候也是因为博利指标向下 247块再加码的时候也是因为博利指标向下 230块再加码也是因为博利指标向下 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博利指标来到第一档 才把它全部获利回补 虽然发现从9月26号以来 我们都是站在空方 但是到了11月18号才去做北回补 11月18号就是这边 这一天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一路下跌过程当中 我们都不会去回补 因为他们博利指标都没有向上 我给各位看 这是2474可乘 这是2474可乘 这是可乘博利指标 我把它回到当时候我们放空这一段 9月26号在这边 这是9月26号 9月26号的可乘 博利指标从高档向下 然后就一路向下 有没有看到 一直到这个地方才向上 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 就来到了 11月18号这边 所以当它博利指标向上的时候 它会涨一波 最近为什么可乘又跌下来 因为可乘的博利指标最近又向下 我稍微把它放大一点 好 那目前可乘的趋势还是向下没有错 但是为什么这几天反而会反弹 你就要有30分线去判断 因为最近可乘30分线向上 这样逻辑清不清楚 从日线去判断趋势 从30分线去判断短线 这个就是我教给各位的一个判断方式 你只要运用这样判断方式 其实一档股票它到底是走波段还是走短线反弹 一目了然 很多股票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做有效判断 举个例给各位看 这是2448金电 然后请问各位今天金电收平盘 我刚好举这个平盘的例子 请问它目前趋势是向上还是向下 各位会判断吗 还是用K线 从K线你也判断不出来啊 这个地方好像在整理呢 到底现在是往上走的还是往下走的 是哪一种 如果你有波瑞指标的话 答案就可以揭晓 来 我每一档股票都可以用波瑞指标看来 这是金电 收平盘对不对 平盘怎么判断 没有涨没有跌到底是多还是空啊 这样很清楚 我稍微把它缩小一下 之前这个地方波瑞指标向下 所以这边跌 这没有问题对不对 今天波瑞指标这边向上 所以这个地方涨 当它波瑞指标向上的时候 你就不要怀疑 跌下来是机会 跌下来是机会 跌下来都有机会往上涨 但是一旦波瑞指标向下呢 为什么最近的一个金电的走势 比较疲弱 因为它的波瑞指标是向下 这样懂意思吗 来 再来举例 强势股 这叫6220的月峰 很强对不对 好 我请问各位 这是多方 好 我之前跟各位讲过了 一档股票会走多头 它跟基本面有绝对关系 对不对 所以来各位 我给各位看月峰 这是月峰 这是月峰的公司营运基本面 你有没有看到公司营运基本面是 从负8负6负4负2一直到负0.43 它是逐渐在好转的 也因为它公司营运逐渐在好转 所以股价才会长期走多 对不对 好 重点来啦 我请问各位 为什么这边涨 为什么这边跌 为什么这边又涨 我们知道它基本面很好 它股价未来长期走多 这是月峰 当它博日指标向下的时候 它不会涨 当它博日指标向上的时候 它涨给你看 当它博日指标向上的时候 它又不会涨 所以为什么最近这几天的月峰 又涨上来了 因为它的博日指标又向上了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抓到这样的卖动 每一档股票它上涨下跌的卖动 其实我也不要跟各位举例的股票很多啦 比如说金城科上涨 那它是属于哪一种的 各位知道吗 我再给各位看博日指标 今天金城科涨对不对 这是它博日指标 它今天虽然涨 但是以目前博日指标来看 它是向下 所以它只是反弹 每一档股票都是用这种判断方式啊 你自然而然你可以抓到这样的卖动 你了解它的卖动之后 你未来的走向 你才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啊 那微博再次感谢各位 然后跟各位报告 这一次我们的一个专案是倒数两天 微博的节目 那会录制到12月30号 然后公司跟微博奖会播放到1月2号 也就是下个礼拜 但是我录制节目会到12月30号 所以我们这个专案会在 节目结束的时候做专案的结束 请各位好好把握 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贫护幅并自负 好无知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东东部 十三中年庆 隆重登场 感谢长期支持与安顾 全面课盘价大回馈 倒数两天 菜市场线02-2752-5868-2752-5868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金钱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陈东东部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过利 股无往不利 陈东东部拥有股票